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男说故事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雕塑 雕塑是一种造型艺术 以物质材料和手段制作的三维空间形象的视觉艺术 雕塑最早主要是使用雕通过剪除材料来造型 急速通过叠加材料来造型的方式 在石、金属、木、陶瓷等材料来创作 在很多文化中,雕塑是宗教崇拜的中心 一直到最近几世纪之前 大型雕塑都还非常昂贵 非一般个人有能力可能负担 因此大型雕塑多半是宗教或政治的产物 像古地中海、印度、中国、南美及非洲的古文化都留下许多的雕塑 西洋文化中的雕塑起源于古希腊 许多希腊的雕塑家在古典希腊时期创作了许多杰出的雕塑品 在中古世纪,哥德士妖塑表现了基督教中的痛苦及激情 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古典作品 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是当时著名的作品 甚至有像达文希那般的天才艺术家 为了精进自己的艺术功力,跑去上了解剖学 并实际在医院参与了人体和动物的解剖 让他在机理线条和动态表现上的艺术成就领先了整个欧洲半世纪 而身为官邀的麦森当然也没有缺席这个领域 麦森瓷器是全世界第一个以高温瓷来制作十星瓷偶的品牌 温度和精细度让麦森的瓷偶屡屡屡在拍卖会上创下新高 欧洲许多一级的博物馆几乎都看得到麦森瓷偶的踪迹 三百年以来,麦森工坊诞生了许多优秀的瓷偶艺术家 所有的艺术家都遵循三百年前昆德勒大师的古法 以石膏膜来塑形高领土 而彼得史壮大师是第一个也纯手捏几手雕的方式 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奇过人的天和无限的创意 让他赢得瓷偶借毕卡索的美名 除了被德国政府授寻之外 更是被多个国家发行过邮票 我们来看看彼得史壮大师是如何捏塑此剂的 其最有名的作品包括了收藏家词偶 世纪新郎新娘 智者的陈思 小丑乐团舞剧将等等 以得史壮大师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来创作 展现出高度的原创性和艺术性 是注定要在历史上留名的 好了 希望您会喜欢我今天的介绍 在此祝福您百福至善 千祥云集 事实顺心